不人,无量天尊,小伙伴们好,这里是天时到的白山镇 想来优客是知道我们马楼影犯了,放了个大的给我们解馋 这次重走西游的最终PV信息量可谓是空前的大 全面展示了变身系统的同时,还把不少boss都亮了像 每个镜头也都充满了细节,所以话不多说,开吧 PV一上来就藏了一首,在画面还没完全亮起时 左上角的崖壁上就有一篇供人踏印的经文 因为是克莱踏印的嘛,所以需要镜像 技术镜像提取后能看出来这是金刚经第十四品 离像即灭分,大一就是关于无我像,无人像,无众生像,无受者像的 金刚禅定的四种状态的讨论,讲的是破除执念成佛 很妙啊,像的讨论完美地契合了本次PV万般变化的内容 而破除执念的主题更是本次PV的核心,话重点 我们20分钟后要考,下方的妙语里 高曝光之后能看见模糊的几个小佛像 但实在看不清具体是什么佛,随着画面推进 右边的吃手上挂着类似香炉的道具 吃是没有脚的龙,古代建筑中常常把排水口做成吃手 而左侧崖壁庙宇柱子上的则是典型的唐代历史像或天王像 手拿宝剑,衣角飘动,是标准的无代当风 前方的鼓也是个小重点 此鼓为古代剑鼓的形质,鼓身长而圆,鼓体较大,中间稍粗 两端略细,鼓夹底座为龙形,剑鼓两面蒙皮 用两锤击鼓一面,音量宏大,传播甚远 记住这个鼓,晚点还撩他 而悬崖尽头也有一尊香炉 想来从这里上来才是这处依靠悬崖建造的庙宇的正面 所以第一个镜头的这处悬崖峭壁,黄沙漫天 八成就是之前在各种游戏展中已经出现过许多次场景的大地图 霸白岭,黄蜂岭了 已经披露过的妖王小利龙,虎先锋,石先锋,石杆当等等都出自这一场景 所以此处显然就是邪魂崖,庙宇则是卧虎寺 西游记原著在第二十回首次提及黄蜂岭 称奇高的是山,峻的是岭,斗的是崖,深的是鹤 想的是拳,鲜的是花 那山高不高,顶上皆清宵 这见深不深,地中见地府 山前面有股嘟嘟白云,一蹬蹬怪事 说不尽千丈万丈,斜魂崖 回过来看游戏PV的画面,感慨万千 无以言语,只能接着吧 下一个镜头,大概率是已经在PV中出现过的黑风山 绝壁中一只树腰,高高坐在松树丛中 似乎是在鼓掌欢迎着什么 有一说一看见这个树腰,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荆棘岭 就是杏仙啊,十八公啊,杏仙啊,林空子啊,杏仙啊,浮云守啊那几个 但这个场景确实怎么看都更像黑风山 而根据之前所公布的情报 黑风山有黑风大王,金池长老,刀狼叫头,等等妖怪 至于这个在悬崖上拍手的树精 目前黑风山公布的树系相关的妖怪情报只有小人身精 暂时对不上就不瞎猜了 下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山西近城玉皇庙 元代素二十八新秀像了 该像暗记载为当时雕塑家 牛卵广泛吸收了印度和尼泊尔的佛教造像艺术 自成一派后俗成 PV中开始的画面按顺序分别是奎穆郎 主管人间武库兵甲割毛 勾读池亭 风雨雷电之思 试火珠 主管人间官至玉堂 文章图集 军料辅刻 阴霾凝制之思 女土服 主管人间裁缝衣物 嫁娶聘殴殴 阴影大风之思 虚日蜀 主管人间公示庙堂盖屋 纪礼考璧 古虚六号 悲弃之思等等 下一个镜头则是避水雨 主管人间 文章密辅 阴寒语则霹雳 无谷百果之思 牛金牛 主管人间云雾双雪 牛羊六处西深 足从百兽 南越百蛮之思 维火虎 主管人间祥云瑞雾 女人不和之思 心悦虎 主管人间帝王明堂 语则 公义 记忆百巧之思等 下一个场景满地双雪 结合后面小夕天土地的出现 和山正中间位置的弥勒佛像 以及在本应式邪四菩萨的位置 出现的唐代风格的文官造像 明显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这里不言而喻 就是山寨的林山 小夕天了 有趣的是 该场景的庙门入口 正好在弥勒 杜琪的位置 不知道这算不算大度能容 就是这一众寺庙里的经济坊 我没啥援助 关于这个地名的印象 应该是原创场景 再下一个场景 也是之前PV中 已经出现过的紫云山 蛇女 弥道人 独立大王 辉月魔君等 均出自此场景 接下来场景展示结束 故事开始进入主题 刀狼教头与天命人一战 惨败倒地 天命人穿的衣服很好看 上面绣的是 唐代到五代时期典型的 三爪龙文样 另外之前线下试完 有流出刀狼教头改了名字 但涉及保密协议 这个就不聊了 此处天命人变身的法术为 赤巢 官网介绍是变身化作妖狼 刺身避火 火浪三分 灼灼逼人 攻击能赋予火焚灾结 能持续灼伤对手 变身期间进入避火状态 话重点一会儿要考 有意思的是 在天命人变身刀狼教头 攻击一众狼妖护法时 背景的树上 有一只毛色不一样的狼妖 被吊死了 显然这里面也有不少故事 而下一个镜头 就是天命人化身 石零零激战赤染的镜头 这是二二年试完镜头里 披露过的内容 西游记中 四毒均有龙神 青背龙占了僵毒 赤染龙镇守合毒 小黄龙献居怀毒 小利龙献献祈毒 这四龙都是静和龙王所生 赤染尾巴上绑的是柏山炉 攻击带有雷属性 此处 天命人这个变身为石中人的技能 叫做碧城 是在黄蜂岭斜魂崖 打败石中人后 可获得 话重点一会儿要考 再下一个镜头 是天命人在紫云山 熬战一种树精 大小两种树精 均出自之前的紫云山场景 但精怪的名字 暂时没有查到 这里玩家变身的技能 名为藕包 能变身化作虫妖 招式赋予毒伤栽结 能持续毒害对手 并在变身期间必毒 在落花庄 击杀相关boss迷到人后 有红衣蛇精给予 话重点一会儿要考 再下一个镜头 应该是小雷鹰四的战斗场景 小怪则是之前皮尾里 出现过的傀儡石像 杀米小怪 此处天命人用出了 又一种变身的法术 化身为了触手怪 开启了球球大作战 而下一场景 又化身为九十巨刃的老鼠 和戒王里的蜘蛛精战斗 以及用老鼠形态 火烧盘丝洞的场景 这里的老鼠有两个猜测 应该比较靠谱 一个是二十八星宿里的虚日鼠 另一个则是西游原汁里解析过的 老鼠精八卦鼠黎 五星鼠火 黎在人鼠心 心出入无时 有象与鼠 黎上下二阳鼠精 金色白 故为金鼻白毛老鼠精 黎自昆出 故为地勇夫人 人心中有神石居之 神石见灵声望 故为灵山脚下老鼠精 好了 接下来前面要考的那几个点呢 我们先阶段性总结一下 目前的这几个变身技能 都是持续性的 带有一定抗性功能性 可以进行操作作战的 然后我们接着吧 接下来的镜头颇有意境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天命人 寒江 独调 抗金龙 此时天命人对面的小庙 应该参考了著名的唐代木沟建筑 山西瑞城 广人王庙 而广人王庙在当地 正是用来起语的龙王庙 之后PV的BGM就画风突变 快捷头的古典 加上南无阿弥陀佛耶的歌词 让人上头 其实BGM里也暗藏玄机 看这个考点 我们需要结合整个PV 放最后讲 接下来是信息量爆炸的 快闪尽头 我们挨个儿聊 首先是狼妖炼丹 结合后面天命人 葫芦吸收幽魂 不排除游戏 有炼丹系统的可能 之后是迷道人拿心 和神秘老者画福禄 神秘老者的身份猜想 我们也放后面讲 这里呢 小伙伴们也可以 把自己的猜测 打在公屏上 然后片一波弹幕 天命人穿越空间秘境 这里可以看到 是从一幅壁画里进去的 所以这处看着 像是紫云山的副本 可能是画中世界 而后天命人 一把夺过什么物品 从这个男子手中 夺走了什么东西 而蜘蛛精的四妹 在抛扇子的背景 也和这里类似 所以可能都是 盘丝洞相关场景 因此这个男子 也可能是独物 之后天命人敲门 此处场景 很像借往的院子 冒头的怪不知道是谁 但莫名让我想到了惊喜虫 再之后 一闪而过的几只精怪 分别可能是 某种蝙蝠精 山峭精 倒地的龙和虎 龙的话 青色衣服 黄色身体 摸不准是青背龙 还是小黄龙 虎的话不是虎先锋 动作和造型 都和虎先锋区别蛮大的 而天命人则以新造型 卡点对着佛像一拜 这里两者的造型 都很有意思 天命人身上的是 开源通宝前甲 戴的可能是参考 明代天王彩苏的 挪神面具 从礼佛的姿势来看 也许是代表 天王神格和法力的面具 而他拜的佛像 则是戴着顶披卢帽 披卢帽正是西游记 小说里唐僧戴的帽子 披卢意为佛光普照 小孩子吃西瓜 我没有头绪 在后面的是吃高马猴 战败的幽魂眼见喜 被天命人炼化 另外此时天命人 拿的是柳木棍 下一个场景是 天命人大战之前 求饶的老虎 这个老虎的脖子 可以伸长攻击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接下来的 几个战斗镜头 先是天命人变身了幽魂 对虎妖进行了瞬间的重击 此后变成了某种小妖 用连发弓弩 使用南无加特林战法 攻击对面佛面重妖 这种佛面重妖的设计 可能参考了 自然界中幽虫的拟太伪装 随后又是变身红袍妖怪 用出了闪避的虚化位移 变身和尚 进行了后撤步 并且看透明的样子 应该也是无敌真的 另一种虚化 变成壮汉 挥刀砍向古先锋 变成未知怪物 远程对独敌大王 从地下发起攻击 变成像螳螂一样的怪物 斩切对面的多手怪 有意思的是 这个多手怪似乎被定身了 然后是变身拿大刀的怪 和对面的白狮子拼刀 最后是变身小树苗 躲过伪佛的巡视 洗脑音乐也就此结束 好了 到这里其实很明显了 在这一段音乐里 我们看到了变身的另一种用法 即不同于赤巢 必成 藕薄 这些个变身的长时间作战 最开始我以为是变身术 也有等级之分 后来突然反映过来 这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技能体系 赤巢那种变身是切换角色 攻击动作流派都发生了变化 并且属性有明显的针对性 而后面这些个都是在战斗中瞬间使出 更像是一个技能 放完就自动切回去了 所以两者应该是两套不同的体系 前者是变身 后者是化身技 或者说技能 游科把这两种体系的技能 分别放在了两段不同的音乐和剪辑节奏里 显然也是故意做的区分 当然其实是三种 接下来没讲的最后一段 还有一种化身精怪赶路 不过那个也可能是C机就是了 这也是我视频开头说的 本次PV不装了 直接放了个大的 展示了完整的变身化身系统 但本次PV暴露的还远不止于此 我们接着吧 接下来的画面给到了狐狸 还是老鼠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在赶路 童天和老头在哭泣 天命人被背身双翅的妖怪抓走 后面更是与之战斗 中间闪过的是巨大的五目鬼手 爬上悬崖的巨大老鼠怪 这个老鼠怪和前面的疑似蝙蝠的小怪 在之前的PV里也出现过 被拽住出手的巨大炸猛怪 倒下的迷道人 倒下的惠悦魔君 拔刀的似龙飞龙的怪物 巨大的长手怪 以及一闪而过的群鸭丛 不知道是雪日还是雪月 还是吃惯惊下飞过 中间更是穿插了葫芦念画 土地将天命人原神点化离身 天命人复原一尊空心铜像的面部 打开的庙宇大门 从伊夫看 疑似天命人在击打之前 开头出现的鼓 天命人走向倒在雪中的妖怪等镜头 这些镜头无一不给我一种 很强的使命感 尤其是那些倒下的妖怪 而更妙的是 虽然之前洗脑的音乐 换成了激昂的黑神话主题曲 但BGM之中 那时不时的佛音依旧还在 所以现在到了解开谜底考点的时候了 如果我没有听错 这佛音唱的应该是《往生舟》 结合视频最开始那篇 《离像》即灭风 再加上这期视频里 不断倒下的各路妖魔鬼怪 都显然受着某种折磨 被困于执念 那么破除他们的执念 送他们去往生轮回 便是天命人的使命 再加上后面镜头里倒下的山神 冲向天命人的车轮 沙漠中盘山的 看不清是蟹钱 还是蟹钱的怪物 奔逃的犀牛精 真叠罗汉的 有哭泣 有怒吼 有悲伤的 多头石头怪 倾巢而逃的小蜘蛛等 也都给了我需要帮他们解脱的使命感 当然最强的使命感 肯定来自后面这几个 疑似无公斤的白眼魔君 螳螂腰 释放人种带想收我的黄梅 和那背身双齿 把我按在地上摩擦的怪物 这四个显然都处于折磨中的折磨 白眼魔君和蜘蛛精们的千年恩怨 之前接网那期就已经有up出解析过了 黄梅困在自己成佛作祖的妄想里 出不来也不用多说 主要是那个脑袋 它是只手背身双齿的怪 它真的让我毛骨悚然 因为皮围中怪手上的武器 形似火边 皮肤又赤红 脚下更是有一只蜂火轮 这些都是我们道教中 护法尊神亡灵观的特征 至于身体为什么是阴怪 我猜测 这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怪 它可能还是个平阶怪 头部的手臂就是亡灵观的手 毕竟是赤色的 身体根据皮肤纹理以及特征来看 或许和金翅大鹏有关 毕竟西游记中就有金翅大鹏伸出利爪 一把将猴哥抓住的情节 与皮围中妖怪 擒住天命人的动作多有相似 再结合之前的惠乐魔君 显然天庭已经崩麻了 皮围中的螳螂看负节数量 八节是熊 六节是雌 此处的螳螂特意在腹部 做了六片状的甲咒 明显是雌螳 众所周知 母螳螂体型较大 在极度饥饿时会选择吃掉公螳螂 哪怕这个饥饿是发生在交配中 或者交配后 而皮围中的场景 很明显能看出 母螳螂的背景是胃部 甚至有胃粘膜和粘液 可能是暗指天命人 已经走进了母螳螂的陷阱 成为了他的猎物 另外人种带还有个典故 只要进了弥勒佛的后天带中 就会变成好人 好人就是涂胎万骨 重新做人的人 所以进了带子之后的人 就会骨骨软筋麻 皮肤立皱 犹如出身阴 因此弥勒佛的后天人种带 就是让后天出来的人 成为好人种子的带子 所以这里这个 不知道是黄梅还是弥勒 想要说天命人 可能就有两个说法 一他觉得天命人是好人 想把他收进带子中当种子 二他觉得天命人是坏人 想让他脱胎换骨 做个好人 总之就是以上种种 无一不是透露着 这重走的悉行之路上 有着太多的妖怪 需要我来帮他们解脱 翻译翻译就是 快来玩黑猴啊 最后是四大天王压咒 应该衔接的是 上一个皮威四大天王 打猴哥的内容 拿琵琶的持国天王 拿宝剑的增长天王 拿弑龙的广木天王 拿宝伞的多闻天王 多闻天王的银鼠 和广木天王的蛇不见了 不知道是不是做成了 别的地方的boss 而PV里的站位呢 也完全符合他们的方位 站在哪边啊 就是哪边的天王 最后logo过后的大咒 被我们按下不表的 教导天命人 如何对付赤靠马侯的老者 其实我最开始 以为在前面和黎道人 等一起反派登场 应该不是啥好人 但看到他教导天命人呢 我又有了一个想法 葫芦文化历史悠久 福西考中文艺多先生提出 在早期古籍之中 盘古名为盘狐 而福西女娲的名字读音 也都与葫芦有关 而老者深背葫芦 又如此了解 此方世界的森林 控制他们的弱点和习惯 很难让我不把他 往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老先生身上想 毕竟我看了一下 吴承恩像啊 也确实蛮像的 当然是猴哥化身前来指导 又或者是别的诸如 江太公啊 太上老君啊 他等角色就都只能说是 纯老补啊 一切的真相 尽在8月20号 所以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小伙伴们 福生无量天真 我们8月20号 不见不散